爽度是直飆的 所以如果你又喜歡玩遊戲 又喜歡看電影 重點是價錢非常商業 八百八十元而已 大家好 我是暴力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開箱了 對上兩條片都有Travel Vlog 我看到View 組都很低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令到我可以拍得到更加好的Vlog 給大家看 在我的Vlog裏面 除了我會講點飲飲食食 自己去旅行 生活 也會有些Flight Reveal 如果你喜歡搭飛機 對飛機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去看我的Vlog 好 言歸正傳 今天我們在這個格局 當然就是要開箱 要開箱點是甚麼來的 就是我身邊的X-Round 很多人會問 玻璃X-Round是甚麼來的 其實它是一間台灣的音響公司 它們這間公司 透過台灣眾籌平台Flying Re 生產了一個非常之厲害的產品 而這個非常厲害的產品 今天出了第二代 也就是我要跟大家開箱的 X-Pump Premium 代理這件東西是甚麼來的 我們先不要說那麼多 根據我們的傳統 首先看我們今天要介紹 這個X-Pump Premium的產品特寫 今天要跟大家開箱和做review介紹的 就是我手上這個 好像手指那麼大 那麼粗的一個 3D Surround Sound 環迴立體星的模擬器 記住是模擬器 首先也要很感謝 X-Round這間公司很貼心 因為它們這個產品的包裝 是屬於一個破壞性的包裝 就是你開箱後 你很難復原原本的樣子 它們擔心在我開箱試用後 沒有辦法去拍攝開箱的畫面 所以它們多傳了一個給我 是妨礙我特意去拍開箱的 因為暴力的習慣 是拍完開箱之後才真正去使用 使用完之後 才再拍這樣的review給大家看 所以是完全不會影響到我的 變相是甚麼呢 我現在手上多了一個X-Pump Premium 我就想將這個X-Pump Premium 送給我的觀眾 這個giveaway的活動參加方法 就留待最後才說了 所以大家看完這條片去吧 說完這些之後 就跟大家一起開箱先 打開箱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X-Round這間公司 真的在設計上很細心 因為當你撕開了兩邊膠紙 噴個紙盒出來的時候 你會見到很多彩色的波紋 動一下動一下動一下 就好像我聽歌那些 波形一樣有跳跳動動 打開箱之後 你就會見到X-Pump Premium的本尊 直接用一個透明的膠片 而上面印有了所有製的用法 以及是甚麼東西 所以透過這塊透明的板 你應該可以直接看到 X-Pump Premium上面的按鈕有甚麼用 而紙盒上面打開了 你會見到有一條3.5mm的音源線 挺帥氣的 另外就有一條Micro USB的連接線 另外也會有一本說明書 還有有一個收納的擁袋 非常之細心 有一個擁袋給你帶出帶入 開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說說有甚麼特點 簡單來說 手指那麼大隻 輕還是重呢 手指那麼大隻都可以很鍊重 跟大家說它只不過是35g 所以它是很輕便的 另外它是透過專利的X-Round演算技術 去將音效模擬變成環迴立體聲 都是那句啦 模擬的 不要拿去跟6000多元的5.17點比較 不要啊 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 它是一個3D上山的模擬器 它絕對不是一個音質提升器 所以你用了這個X-Pump Premium的時候 是不會令到你的音樂 或者令到你的電影的音質提升 但是它會改變你的音場 這個我們稍後詳細再講解一下 這個X-Pump Premium 它主要是將雙聲度的耳機 或者喇叭 重現到一個很頂級 很正 很明顯的 多方向的3D模擬效果 而用得這個X-Pump Premium的人 主要是有三大取向 而這三大取向剛好 我都有這個取向 第一樣就是電影 第二樣就是音樂 第三樣就是打機 X-Pump Premium 跟X-Pump的第一代 最大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增加了USB的input 也就是說 它這個有自己獨立的處理器 透過USB的連接 無論連接到電腦也好 Switch也好 PS4也好 它都會馬上變成一個 好像音效卡那樣的東西 大家用PS4打機 你沒辦法放到一套5.1 你只能放一套 你只能放一套 或者你只能放一套電腦的喇叭 或者你只能放一套耳機 來打機的話 只要你加上了X-Pump Premium 你就突然之間會擁有了一個 3D Surround Sound的音響系統 在你的耳前 當然是模擬 不能跟真真正正的7.1或者5.1比較 但是何樂而不為 有一個更好的打機享受 電影也同樣 你可以透過3.5mm的音源線 連接到你的手機 或者是電腦 亦都是在看電影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音場擴大了很多 模擬了一個3D Surround Sound 首先大家要注意就是 X-Pump Premium 其實是有兩種的模式 兩種模式就是 你可以拍到耳機模式 或者是喇叭模式 Based on 你在用耳機還是喇叭 而在你開啟了耳機或者喇叭模式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圓形的按鈕 圓形的按鈕就是開啟它的模擬效果 當它圓形這個圈圈 沒有著燈的時候 就是去bypass bypass 即是甚麼東西都沒有改變 是原汁原味的 當你按了一下之後 你會看到它開啟了白色燈 白色燈就是 在一個叫做細節增強模式 在細節增強模式的環境之下 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 音樂 或者是對白 或者是電影的場景 突然之間的音場會改變 將聲音移了在你頭的前面這個位置 但是音場 會讓你沒有開啟的時候 會阔一點 也就是說你在沒有開的情況 你可能在聽的東西是這樣 但是當你開啟之後 你聽的東西會是這樣 好 看我現在開啟了 好 我現在開啟了 怎樣 好 看我現在開啟了 甚至是跟聲音有關的東西 突然之間會由這個細節爭執模式 變成了這樣 真的拉闊了很多 也真的變成在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增加了我們對聲音的空間感 也是變相會令我們更加投入這部電影 你真的有一種置身其境的感覺 另外大家有沒有發現 如果在一般的飛機娛樂系統 你用一般的耳機插進去 因為它有兩個洞 會變成單聲度 有時候你怎樣弄它都變成雙聲度 當我接了X-POMPREMUM 而開了劇院增強模式 除了它可以將飛機娛樂系統 裡面的聲音爛到不得了的聲音 變成了3D上映聲之外 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是兩個耳機都有聲音出的 那一刻覺得很神奇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一些 經常要出差 經常搭飛機 會在飛機到過十幾個小時的人 這個是我覺得你買得過了 因為可以將在飛機娛樂系統上 很脆很薄的聲音 突然之間它不會將你的音質優化了 當然它會將你的音場擴闊了 令到你的心情愉悦了 這個都是大家可以參考的 其中一個點來的 好 簡單的特點說完 不如說一下我對它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它X-POMPREMUM真的可以很便宜 很簡單 很直接地將一些音樂 或者電影 或者是我打MarioCard 環迴立體的聲效 如果大家問我 我覺得X-Round這個X-POMPREMUM 值不值得買 以及值不值得買 首先我們說一下它的價錢 價錢是港幣880元 880元 是呀 你沒聽錯 880元你可以買到一個 3D Surround Sun模擬器 以及手指這麼大 而且它是35g重 是給你帶出帶入 沒錯 聽到這裡 大家千萬不要再說 哎 怎麼給呀 碟碟 不夠 那些7.1強的 我都知道不夠7.1強 大哥 你買多出 為什麼要多少千元 大哥 現在一千元也不用 重點是 而且它是給你便攜 不是給你放在家 所以呢 大家可以考量一下 如果你問我這個X-POMPREMUM 值不值得買 我會跟大家說 非常值得買 尤其是如果你喜歡打機的話 因為我已經將這東西 借了給我一個 很喜歡吃雞的朋友玩 它玩完之後 它自己也買了一個 為什麼 因為它是可以將你在 在打吃雞的時候 那種腳步聲 聽得很清楚 直升機的聲音 都聽得很清楚 還有那種槍 子彈射出來的那種感覺 都聽得很清楚 而是有別於 以前它用一般熱機 就這樣聽 爽度是直飆的 所以如果你又喜歡打機 又喜歡看電影 又經常出差的人 我覺得這個X-POMPREMUM 是絕對適合你 重點是價錢 非常之雙熱 八百八十元 大家思量一下 我真的沒有收人錢 我如果可以收錢做評測的話 我真的開心到 我真的躺在這裡 如果我可以收到錢 做評測有業配的話 我第一時間跟大家說 我跟你說 到時再送多些Giveaway 我真的要開香檳 我真的 慶祝一下 今天這個評測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了 說到結束 當然要說我Giveaway 我怎樣做 非常多謝大家支持我這個 暴力生活自己的YouTube頻道 令到我頻道已經超過了1600人 只要我的訂閱人數過了2000人 玩法很簡單 只要Subscribe 只要Like 只要留言 另外在Instagram 當我滿了2000訂閱之後 我會開一個Post 那個Post就會列出 有什麼產品 有什麼禮物送給大家 只要大家Lik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下面留言 Tag三個人 都是那些啦 老土東西啦 我就會在我的Instagram留言裡面 抽出相對應數量的禮物的朋友 將我現在手上的禮物 全部送給大家 首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有什麼禮物 會有XBUM Premium 會有一個咖啡機 亦都會有Headphone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幫我分享我的頻道 叫人Subscribe 按我小鈴鐺 Like and Share 都是那些 好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